外觀看起來都還蠻OK 這台車剛整理過 大家好我叫小豪 讓你看一下內裝 座椅的話它也是都還蠻軟的 沒有事故沒有泡水 然後也是原版建的 後座的話比較適合小家庭 膝蓋跟前車座的距離的話 大概有兩顆拳頭大 桶的部分的話可以前車靠背 空間還蠻大 再來坐進來到駕駛座方面 方向盤的話這邊有調節音量 然後跟頻道切換 里程的部分可以看到這邊 38922公里 標板的部分這邊是冷氣的開關 杯架的話蠻多的 這邊駕駛座 方向盤旁邊有一個飲料杯架 那裝控前面的話這裡也有兩個飲料杯架 有喜歡喝飲料的可能比較有 多的空間可以放 那裝控的話這邊裡面 有小一點但是深度是夠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引擎室這邊 那這邊都沒有抖動的感覺 就是蠻安靜的 發車的話比較不會有抖動 裡面的話也沒有滲水 或者是漏油的情況 我是中感汽車小豪 實在就是SUM